末日博士Michael Burry刚刚发布预测 世界上将会出现最让人意外和震撼的危机 这就跟Burry预测1999年互联网泡沫 和2008年次贷危机时候一样 没人知道Burry到底看到了什么 唯一确定的就是人们将会在随后的日子里边 慢慢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危机之中 用Burry自己的话来说 剧场需要十年才能坐满人 一旦进来再想出去至少需要一年 人们需要花很多年才会意识到危机即将发生 好戏即将上演 人们将会经历更大的痛苦 即使市场信号已经存在很久了 更多的人还是会等到危机之后 才会逐渐清醒过来 在意识到危机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想逃也逃不掉 因为这些人没有关注市场动态 没有做好准备 为什么Burry说最让人意外的危机 即将会在几周之后出现呢 到底是什么引起了这场危机 对我们普通人的影响到底有多严重 爱财说频道专门分享学校里面 学不到的财商知识 让你财富觉醒财富自由 欢迎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更新的精彩影片了 美联储在疫情期间疯狂印超5万亿美元 资产负债表直接在疫情期间翻了一倍还多 也就是说市场中的美元比疫情前多了将近1.25倍 这就导致了几乎所有的资产价格飙升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05倍 纳斯达克从6900点上涨到16000点涨幅1.3倍 比特币从5400美元上涨到64000美元涨幅11.5倍 大量印钞不但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 也导致了41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9.1% 媒体呢普遍非常悲观啊 认为高通货膨胀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Burray却跟所有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 美联储在疫情期间确实在用每年超过20万亿美元的速度印钱 但是现在呢美联储的态度已经180度转变了 计划呢每年从市场流通的美元之中抽走10万亿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 如果商品服务资产价格在美联储疯狂撒钱的时候一路飙升 那么同样的合理假设就是美联储抽走市场中流通的美元之后 商品服务和资产的价格快速下跌 促进价格下跌的更重要原因是正在复苏的供应链 在过去的几年之中呢 供应链一直承受着巨大压力 人民有购买的需求 但是因为供应链紧张供给跟不上 这就是目前通货膨胀和价格高企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人们的本性呢绝对不是坐以待毙 而是适应环境 在供货压力之下呢 一产生了新的供应链 二企业变得更有效率 三更多的集装箱货轮被制造出来 仅仅六月份最后一周之内 就产生了13艘远洋集装箱货轮的订单 今年呢已经预定了239艘了 这已经是历史上预定船只数量第五多的一年 而现在呢仅仅过了半年而已 今年和明年的船只下水数量呈指数上涨 所有这些现象的原因 都是因为上游商家极大提高了订货数量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内呢 我们已经观察到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的囤货量 比一年之前增加了24% 密西根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来到了疫情以来的最低点 所以一边是过剩的供给 而一边是萎缩的需求 你猜猜然后市场会发生什么呢 对了商品服务和资产的价格将会大幅度下降 巴瑞在六月底发推特说 2022年7月会发生像圣诞节一样的购物狂欢 原因就是由通胀减缓和库存增加引起的消费性经济衰退 巴瑞发出提醒 厂家生产过多商品和消费不足 会导致商家积压过多的库存商品 为了清理库存 商家就必须打折促销 巴瑞认为呢 这种产能过剩和打折轻库存 在不久之后就会发生 企业积压库存说明盈利能力降低 而想要快速回笼资金和保持企业利润 就只能打折促销 你想想最近是不是已经有一些长期缺货的产品到货了 而且还比以前便宜了 在这一点上呢 巴瑞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这种产能过剩 传导到零售端就产生了 长边效应 Bullwave effect 2022年下半年CPI会降低 然后美联储就会降低利率 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 这就是经济周期 长边效应呢 说的是只要在消费者端稍稍加大一点需求 通过零售商增加订货 批发商增加订货 生产商增加生产线和原材料订货 一直到最后的原材料供应商 订单量和产量会成几何数量增加 在整个供应链里边呢 每一个环节都会增加自己的订货量和库存 以便应对未来销售量的增加 一级一级放大下去 订货量和产量曲线 特别像长长的鞭子甩起来 所以叫长鞭效应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一家沃尔玛超市 本来一个月卖出50盒早餐卖片 因为某个潮流呢 突然这个月卖了100盒 就因为这次突然销量上涨 沃尔玛为了增加销量稳住库存 向卖片供货商订货150盒 这就给了沃尔玛50盒多出来的库存 应对未来可能增加的销量 而供货商呢 向工厂订货300盒也是同样的原因 工厂收到订单之后呢 增加产量到400盒一个月 所以经过这个简单的长鞭效应 整个供应链上就产生了400盒卖片 而实际销量呢 只有100盒 这多出来的300盒库存呢 就会分布在供应链上的各个环节 而想要消化多出来的300盒卖片 供应链上的所有环节都需要减价 而最终呢 减价会传递到消费者 可能作为消费者呢 觉得这是好事啊 不过接下来经济中发生的事情 绝对不是 但供应链的瓶颈缓解 终端需求转弱之后 库存开始过度积累 企业不仅面临销售下降 还会发现之前因为没办法确认到货 而下了过多的订单 这些订单呢 正在源源不断的送过来 那这时候呢 零售商和批发商 就会开始大幅度减少订单 降价清理库存 产生巨大的价格波动和经济波动 最终呢 会彻底改变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对比 变成供给大于需求 那这时候呢 企业减产 裁员 经济活力降低 造成通货膨胀下行 而这都是长边效应导致的 这时候呢 美联储就很有可能重新开始降息 印钱 刺激经济 这就是我们在疫情期间 已经见过的量化宽松QE 到这里呢 经济周期和相对应的财政政策 就完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量化宽松 政府降息加上大印钞票 人们手里有钱了 刺激了消费的欲望 但是商品供应链却跟不上 厂家呢 就要扩大产能 然后经济过热 导致政府采取量化紧缩的政策 加息缩表给经济降温 那同时呢 发生的长边效应 使企业减少产能 价格下降 经济萎缩 这时候政府呢 又会采取一开始的量化宽松政策 来刺激经济 长边效应呢 贯穿在整个周期之中 巴瑞说啊 由于长边效应 不久将会发生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萧条 即使我们都知道了长边效应 也没有办法避免 因为这完全是由人性引起的 而人性呢 是很难改变的 为了探索长边效应呢 麻省理工学院设计了一款叫做 啤酒游戏的策略游戏 玩法呢 有点类似大富翁啊 玩家可以扮演啤酒消费者 啤酒零售商 批发商 生产商和供货商 彼此呢 只能通过订单和供货程序来沟通 目标就是各自利益最大化 供应链下游的零售商 中游的批发商和上游的制造商 起初都是严重缺货的 到后来呢 全都严重囤积货物 然而终端消费者的需求变动 就只有一次而已 从1960年代游戏设计完成 到现在有无数不同年龄 性别国籍文化背景的人玩过 结果呢 全都一样 都会产生长边效应 然而目前长边效应呢 已经在供应链的零售上端显现出来了 零售商是供应链的神经末梢 最先感知到终端供需情况的变化 当前美国零售商的库存进入了上升通道 从供不应求变成了供过于求 已经开始减少未来的订单 转向降价去库存了 今年第一季度 全美最大的两家零售巨头 Walmart和Target公布财报呢 都出现了营收高于预期 利润低于预期的表现 那主要呢 就是因为高库存的拖累 之前为了应对通胀和供应链的不确定性 两家零售企业的实际库存 都增长了30%以上 而销售额呢 只上涨了2%到4% 库存增长几乎10倍于销售额 这就是现实中明显的长边效应 它并不是偶然发生的 而是一个长期的经济现象 而由此引起的商品价格 在长期一直在上涨 Barry呢进一步解释说啊 1973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去世 道琼斯随后来到了1982年的高点 周期性通胀减少了75%的购买力 从没有任何一次通货紧缩 能够扭转趋势 而现在美元的购买力减少了90% 通胀引起的价格上涨呢 有高有低 但是长期是看涨的 Barry还分享了一张图表 里面清楚地展示了通胀的趋势 如果拿来跟长边效应对比的话 走势大体一致 这个相似性啊 真是非常的惊人 以上所有的说明呢 都预示着即将发生 多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萧条 只要看一看上次1929年 大萧条的起因就知道了 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结束之后 美国经济很快重新回到正轨 货币政策并没有收紧啊 商品需求非常旺盛 钢铁和煤炭行业出现了大罢工 铁路拥堵和航运短缺 加剧了供应链的瓶颈 而商品价格明显提高 美国企业不断涨价积累库存 推动了物价的上涨 像不像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但这只是上半场 100年前的那段历史 下半场发生了什么呢 1920年美联储加息 财政收缩 美国产品价格指数PPI高位回调 就是商品 服务和资产价格快速降低 高库存的企业呢开始抛售 价格开始螺旋式下跌 美国经济很快就从通胀 走向了通缩 从复苏走向了萧条 1920年工业产值下降了27.9% PPI最大降幅27.8% 而这可能就是2022年下半年 到2023年将会发生的危机了 你同意Barray的看法吗 请您在视频下面留言 说说自己的想法 当然Barray呢 已经对这次危机做好了 充分的准备 如果您想知道Barray的应对方法 请您留言给我 人数够多 我就再做一期 感谢大家观看影片 喜欢的话请您订阅 这里是爱才说频道 我是Alex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